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談音式分解 基本上呢 各位同學 你要有個概念 音式分解呢 我們大概有兩個主要的招式 一個呢 稱為提共同項 第二招呢 則是稱作 十字教程 好 大家要記得 當你看到一個 多項式的時候 你就先想他可不可以十字教程 假如不行 那基本上你就要做的東西 應該就是提共同項 我把提共同項 先寫在前面是因為 很多同學常常會忘記 可以提供同項 或者是想辦法呢 去湊 那忘記這個呢 就一直使用十字教程 常常十字教程不出來 教各位同學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基本上 假如你看到一個東西 它就是一個很基本的二次式 Ax平方 加上 bx 加c 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這種情形呢 很有機會 我們可以利用十字教程法 來把它 因式分解 我們很有機會可以把它 用十字教程法 因式分解 因為假如沒有辦法的話 就代表說 這一個式子呢 假如它等於0 它的那個根就會很醜 就是我們以前小學 應該是國中的時候學過 假如一個東西等於0 那x等於什麼 2a分之 負b 加減 根號 b平方 減4ac 對不對 好 就會是 比較複雜的 這種 因式分解的樣子 好 那所以呢 基本上 十字教程 當你看到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你就先想 它可不可以用十字教程的方式 來因式分解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提醒大家 但是 只要 沒有辦法十字教程 你就有想辦法要湊 可以提供銅像 這非常重要 只要 不方便 或者是無法 好 十字教程的話 請記得 請用此招 OK 好 這樣子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三跟第四題 然後我們來想想看 到底用什麼方式比較好 這裡說 ax-bx 括號的平方 減掉b-a 的三次方的x 這個題目啊 看起來就有點 兇多吉少 這好像不太好 十字教程 而且呢 長的也不像是這樣子的一個形態 所以我們稍微把 這一項整理一下 這個東西 等於 我們先看前面 前面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同樣是x的部分 提出來 變成x 的 a-b 把x提出來 可是因為外面還有一個平方 所以請記得 外面要還有一個 平方 OK 那後面呢 我們就還是一樣 減掉 b-a 括號三四方的x 好 重新整理一下 得到x平 兩個平方放進來 a-b 括號的平方 減掉 b-a 的三次方還有x 這時候你發現這個東西 能不能做什麼十字教程 不可能啊 所以你發現一件什麼事情 欸 可以怎麼樣 keep in mind 要在腦袋中記住 可以提出共同項 欸 前面跟後面在x的部分的共同項是什麼呢 欸就是x啊 這裡有兩個x 這邊是一個x 不只如此還有什麼 A-b 這邊是平方 這邊是三次方 所以呢 至少 我們可以提出兩個 A-b 所以呢 我們就 把一個x 提出來 再來呢 怎麼樣 提出 兩個 A-b 然後呢 把剩下的東西寫後面就可以了 剩下什麼 這邊提出一個x 提出兩個A-b 就剩下一個x 那這邊呢 提出 欸 這邊要小心啦 因為這裡雖然是寫A-b 可是後面其實是B-a欸 所以我們把 偷偷把後面這裡整理一下 因為 三次方向的東西呢 你假如把前後對調的話 要加一個負號 所以 這邊其實跟 加上 A-b 括號的三次方x 是一模一樣的意思 我再說一次喔 假如今天這個地方是偶數次方 比如說二次方四次方 那麼你B-a的平方 跟A-b的平方 就是一樣的東西 B-a的四次方 跟A-b的四次方 也是一樣的東西 可是 假如是三次方 G數次方的話 B-a的三次方 OK 不等於A-b的三次方喔 你要把它顛倒過來 請記得前面加一個負號 所以 負負的正 這裡變成正的 所以呢 這邊我們提出兩個A-b的時候 然後 還有一個x 剩下什麼 就剩下一個A-b啦 所以就加上 A-b 所以呢 這整個東西 就變成 什麼叫做音式分解 就是把原本 加減號弄在一起的 一個多項式 變成幾個多項式的相乘 OK 所以呢 就變成 x乘上A-b 跨的平方 乘上 x加A-b 你說對了嗎 我們再來看下一題 下一題 它說x的三次方 加2x平 加2x加1 那你說 這個東西可不可以 十字交成 也是一樣看一下 欸 這是一個 三次方的式子 不是一個很基本的 一元二次的式子 所以呢 要把它做十字交成 其實怎麼樣 頗為困難 那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呢 就是 也是一樣 開始湊 有沒有辦法提出什麼共同項 呃 好 我們就先這樣子想好了 我們假如 兩個兩個一組 他跟他一組 他跟他一組 可不可以搞出什麼噱頭 好像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這裡是x三次方 加上2x平方 我們可以提出 x平方出去 對不對 你把x平方提出去 裡面剩下x加2 可是後面剩下是2x加1耶 不一樣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嘖 那 好 我們換一種方法 好 我們換一種方法 假如說呢 我們現在 不要這樣用 好 我們換一種方式 好 我們把這個先插掉 好 我們換一種方式 我們換什麼方式呢 我們換說 欸 假如我們現在 這兩個一組 x三次方 跟 2x 還有 2x平方 跟1 欸 可是奇怪 怎麼想呢 都覺得怪怪的 好像你很難湊出個什麼 什麼東西齁 所以呢 看來 此路也不通 齁 所以我們還是先把它插掉 好 好 那我們 再把題目重新抄回來齁 題目說的是 x三次方 加2x平 加2x 加1 各位同學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在你算數學的時候 一定不要心急 不要說我怎麼沒有一下算出來 數學要多想才會變強 所以呢 你就要一直try一直try 反正你錯了 沒有關係嘛 你就是再把它改過來就好了 所以我們剛剛試了 一二三四一組 不行 一三二四一組 不行 那剩下什麼 當然就剩下 一四一組 二三一組啊 ok 所以呢 我們來寫寫看齁 我們把一組的擺在一起 x三次方 加1 加上 後面擺在一起 2x平方 加2x 欸 有趣的事情 感覺來囉 你看 我們先簡單的判斷一下 x三次方加1 這是怎麼樣 我們學過的 a三方加b三方 我們是不是可以因式分解它 前面會有一個什麼 x加1跑出來 再來呢 2x平 加2x 你只要把2x 提出來的的話 你也發現一件事情 欸 裡面也會剩下x加1耶 這樣x加1就變成共同項啦 欸 假如你聽不懂我在講什麼的話 我們就來試試看 我們呢 先把 x三次方加1 提出 這個因式分解 變成 x加1 x平方 減x加1 欸 還記得我們一開始 第一頁教的內容嗎 再加上呢 你把什麼 後面的話 2x提出來 裡面剩下什麼 x加1 哇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x加1跟x加1 都在這 magic 我們呢 把它 x加1 提出來 後面的部分 我用黃色寫 這個地方是x平 減x加1 這邊呢 是加2x 所以呢 我們把它 寫下來 x平方 減x 加1 後面呢 還剩下2x 加起來之後呢 欸 你看這不是就是一個很漂亮的獅子嗎 我們就可以把它 重新整理成 x加1 然後 x平 這邊減x 這邊加2x 所以是加x 加1 OK 整項就這樣因式分解出來了 所以呢 再次提醒各位同學 當一個東西看起來沒有辦法十字交成的時候 請你記得 你要想辦法去找共同相 共同相有的時候要用湊的 所以呢 你可以在這種像 偶數相的東西呢 你就可以把它 互相配來配去看看 看可不可以湊出個什麼名堂 那這一題就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請大家要記得喔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第六題 他說呢 兩倍的 括號x-y的平方 加上 三倍的 括號y-x -5 等於0 好 你的想法是什麼 怎麼因式分解它 欸 它是十字交成嗎 看起來不太像嘛 對不對 因為 看起來它有很多奇奇怪怪複雜的像 然後 所以我們應該要提共同相 而且你又看到這裡有x-y 這邊有y- 然後這裡有共同相 但是wait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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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一下 想清楚喔 這個是x-y 這是y-x 假如今天呢 我們把它都整理成一樣的話 什麼意思 就是假如我們把它整理成 兩倍的x-y 畫好的平方 把x-y對掉以後 前面就變成 減的了齁 然後減掉5的話 你仔細想一想 我們假如把x-y 變成一個大a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也變成一個大a 我們不是就變成2a的平方-3a-5了嗎 好 有沒有突然發現這不就是國中的十字交成的因式分解嗎 所以呢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 做基本的十字交成 把2a平方變成 a跟2a 好 那這邊呢 你要想一下 減5要放哪邊 減5放這裡的話 這邊就會是正1 減5乘上a就是-5a 正1乘上2a就是正2a 這樣加起來剛好就是-3a 所以這邊是減5 這邊是加1 OK 假如你還有一點不熟悉這個十字交成的話 可能你自己要稍微複習一下喔 因為國中學長在這邊 沒有辦法花太多時間 來跟你複習這個很基本的 但是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呢要先把前面這一項變成兩個數相乘 後面這一項也變成兩個數相乘 然後呢 他們在互相交叉成完-5a跟2a 相加之後要等於中間這個數 這就是你要檢視的 OK 那多湊幾次你就會越來越有經驗 好 現在重點來了 我們已經把它寫成一個2a-5乘上a加1的狀態了 那a是什麼 不是就是x-y嗎 所以說 事實上呢 2a就是兩倍的x-y然後減掉5 再乘上a是x-y然後加1 所以我們把整項就是把它整理好變成2x-2y-5 後面呢是x-y加1 這個就是你因式分解的結果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你呢看到有一些類似的共同項出現的時候 像是這個樣子啦 這兩個樣子 只是一個是x-yx y-x 把它都整理好 然後呢用別的東西代入以後 你去檢查一下 欸 它會不會其實就是我們國中那種最基本的十字教程的樣子 那假如是了的話呢 欸 一切 不就都解決了嗎 OK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第八題 第八題呢 是ax平方-a-b的x 然後減掉b OK 事實上呢 這題也是可以用因式分解的 不過啊 一般來講 我們的因式分解比較用在 這個 旁邊的係數呢 是 呃 常數而不是位之數 所以呢 這個 你可能有一點點 不知道怎麼辦 不過沒關係 其實事實上呢 所有的題目 你要提共同項 應該 假如他說這個東西可以因式分解 那麼一定都有共同項可以提 一定都有共同項可以提 好 那 所以我們就有耐心的 來做一下 就是 欸 你把整項都先展開好了 當這樣不清不楚的時候 你就把它全部都展開 變成-ax 加上bx-b 欸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啊 假如是我的話呢 我就會先把這兩個分譯組啊 這兩個分譯組 為什麼 你看看看 我呢 先把ax 提出來 這邊剩下一個x 後面剩下-1 接下來呢 我前面呢 把b提出來 裡面剩下x 後面呢 剩下-1 所以呢 同一時間 我有x-1 也有x-b 把x-1提到前面 剩下後面是什麼 ax 這邊剩下的是b啊 這不就是x-1乘上ax加b嗎 OK 所以其實第八題 你看 這個題目呢 我們也是還是可以利用 提共同項的方式 來達到我們 音式分解的目標喔 OK 好 第四題 這是比較進階的題目 他說x平方-a加a分之1的x 然後再加上1 我們要怎麼音式分解它呢 腦袋還是想兩件事 可不可以 十字交成 不能的話 那我怎麼提共同項 眼睛瞄一下 欸 他到底可不可以十字交成 嗯 直覺上判斷不出來 好 你直覺上可能判斷不出來 光學長知道 這是可以十字交成的 不過呢 這太困難了 所以我們呢 就乖乖的來提共同項 提共同項的前提就是 欸 把所有的項都先展開 看誰跟誰比較好配對 好 我們呢 把所有的東西展開以後 欸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假如啊 你這邊把x提出來 不是就變成 x 的x-a嗎 對不對 然後呢 你說欸 後面就沒有什麼 x-a啦 那是你看不到 因為呢 你假如把這個 a分之1 提出來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後面是x 這個1呢 因為你把 a分之1提出來 所以就會變成a咧 啊因為 這裡多了一個負號 所以這裡也就是負的 好 所以呢 哇 很驚訝的發現 x 乘上x-a 所以呢 你把它整理一下 就變成了 x-a 提出來 後面剩下 x-a分之1 好 這個其實呢 是非常非常的 齁 在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是非常非常的 不困難 好 那光尾學長剛剛說呢 我其實一看就知道 他可以因此分解了 是因為我看到 中間這兩項呢 是 a加a分之1 他們相乘又等於1的時候 我就知道 其實整項就是 x-a 乘上 x-a分之1 好 相乘的結果 因為 a乘上a分之1就是1啊 我剛剛講過 啊中間就是 這兩項 相加就會得到它嘛 OK 所以 這個是經驗啦 那 請各位同學 乖乖的呢 用我們很基本的 就是 共同項提出法 提出共同項的這個方法 來做就可以了 好 我們來看第五題 他說 x平方-x加1 括號的平方 減掉3倍的x平方-x-7 好 可不可以 直接做十字教程 嗯 欸我們小心一點的話 x的平方 再平方 不就四次方嗎 啊我們根本就不會對四次方式做什麼 十字教程了 看起來太困難了 好 所以呢 欸 就把它全部展開再提供同項好 好 停停停停停 假如你這樣想的話呢 欸 也是不錯 應該可以算出答案 不過 冠語學長沒有時間這樣跟你好 所以呢 我提醒 也提供你一個想法 就是說 以後啊 你雖然看到這個四字 四方很高 很大 但是呢 假如它有看起來一樣的部分 好 雖然不是都是在括號裡面看起來一樣 好 但是呢 我們還是可以把 看起來一樣的部分呢 把它換用一個簡單的代號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把這裡 好 我們改用這個 B好了 這個東西叫做B 這個東西也叫做B 所以原式就變成什麼 好 B加1 括號的平方 減掉3B 減掉7 前面呢 把它展開 B平加2B加1 減3B減7 好 那我們這樣整理一下就變成 B平方 減B 加1減7 所以變減6 欸 B平方減B減6 這個是國中程度的因子分解喔 要有印象 B平方可以拆成B跟B相乘 很顯然的6 可以拆成3跟2 那因為是-6 所以是-3跟正2 或者是-2跟正3 啊 哪一個相加才可以等於-1 當然就是-3跟正2啊 好 這樣子成完以後 就會變成-B了 好 啊B是什麼東西 就是x平方減x啊 所以我們把它寫回來 哇酷翻了 B加2 B就是x平方減x 加上2 後面呢 是什麼 x平方減x 減掉3 好 我們用眼睛稍微看一下 就知道 它可不可以因式分解 沒有辦法因式分解了 OK 因為 呃 以後你就知道了 因為這邊的話 B平方減4ac 是小於0的 它是完全不可能可以分解的 好 那這邊的話呢 雖然它的B平方減4ac 也就是它的判別式呢 是大於0的 好 所以就代表說 這個式子等於0的話 x會有解 可是呢 你想想看 3只能猜成什麼 1跟3嘛 啊1跟3怎麼加怎麼減 都不可能變成1啊 所以呢 這個東西也是沒有辦法 做因式分解的 所以這題呢 基本上 就是這個樣子 OK 好 我們來看最後一題 第六題 它說x平方加3x加5 乘上x平方加3x加1 最後再加上3 會得到什麼 同樣的 這個二次項 這個二次項 你可以把它 相乘起來 加上3 就變成 一個四次項的東西 那這樣可不可以十次交乘 當然是不行啊 可是呢 假如說我們也是一樣 不要管那麼複雜 就把什麼 整個 x平加3x 當做一個大A x平加3x 當做一個大A 聰明的你就知道 一切都變不困難了 A加5 乘上A加1 最後再加上3 展開以後 變成A平方加6A加5 然後再加上3 所以就變成A平方加6A加8 好 也是一樣 最簡單的 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十字交乘 兩邊都是A 8 可以拆成什麼 1乘8 可以拆成2乘4 可是1乘8的話 相加是等於9 2乘4 相加等於6 這個是對的 所以呢 我們就拆成A加2 跟A加4 好 把東西呢 再放回來 就變成 x平方加3x 好 加2 然後呢 後面是x平方加3x 加4 好 這時候要小心囉 不要說 欸我們這樣已經因式分解完了 這一小題跟上一條題不同的地方在於 這個地方的確也是 b平方就是9 減4ac是16 是小於0的 所以後面呢 其實不能因式分解 但是 仔細看前面 b平方減4ac怎麼樣 欸 b平方是9 4ac是8 欸 是小於 是大於0耶 所以第一個 它呢 呃 我們有機會可以分解 剛剛那是完全沒有機會 仔細再看一下 欸 x平方加3x加2 不是最簡單的那種 x加1 乘上x加2嗎 就是可以因式分解成這樣啊 所以後面再保留起來就變成x平加3x加4 記得喔 你一定要分解到這樣子才算算完 這裡還沒有完成喔 這裡還未完喔 OK 所以 我們從第5第6題再次驗證一件事情 你可以怎麼樣 看到比較複雜的相 可是卻 一再出現的 我們就給它一個代號 常常呢 我們就會變成 欸 有共同相 的情形 應該是說 我們把它換成代號之後呢 我們就很容易 可以做這個 十字教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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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